小妖将纸揉成一团,扔进火炉,他们很谨慎,就连你大嫂的死也是做得滴水不漏。 你大嫂是因为撞破了猴和易应才被杀害。 这是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一旦引起他们的警觉,只怕一辈子都查不出真相了。 要么不出手,如果出手,一定要一击必中,但你一定要小心。 警点头说道,大嫂死后,我就对易应和大哥很戒备,你不必担心。 小妖不等警说拒绝,将人的手扯过来就要枕脉,如今当务之急,是你的身体,身子板硬朗了才能有命和他们扛。 警仍想把手抽回去,小妖盯着她,她终于放松力气,把手伸了过去。 小妖搭指在她腕上,半闪后,她心情沉重,一声不吭地收回了手。 警,帮我叫静业和你的医师胡真进来。 胡真来后,小妖再次为警诊脉,一边诊脉,一边询问日常起居作息,饮食寡淡,哪些味道闻着舒服,哪些闻着难受,有些问题是警自己回答, 有些问题却是连她自己都没注意,要静业和胡真答复。 小妖问胡真,现在用的是什么方子,胡真把方子背出,小妖和她讨论起来。 夜男入昧,气短懒言,神皮乏力,小妖和胡真商议了半场,胡真心悦成福。 按照小妖的提议,将药方更改了一味主药,去掉了两味服药,分量全部减轻。 用药的法子,从按时服用,改成了长流水间,不拘时服。 看了一眼颈的病容,小妖再次给胡真嘱咐,一定要严格按照方子上的来, 虽说是长期调理,过程慢了点,但一定能最大程度恢复颈的身体。 顿了片刻,小妖对颈说,还有一件事,我想渐渐静身服侍你的心腹,胡雅何忧。 颈惊讶于小妖怎么会知道他们二人,也没多问。 静夜脸上带泪,不敢耽搁,忙把二人叫了进来。 小妖让颈下了静置,只留他们五人说话,我接下来的话可能很荒唐, 但为了颈的安危,你们一定要记住。 防风异应很有可能会伺机杀害颈。 我不知道他会选择什么时候杀颈,也不知道他会采用什么方式来杀颈, 我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一定会动手,拜托你们务必保护好颈。 此外,还要提防好涂山猴,必要时,他会和颐应联手来对付颈。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小星永不会有错,疏忽却会铸成大错, 请你们务必时时刻刻小心。 小妖瞧向窗外,已经日偏夕阳,时间紧,我来不及和你们细细解释, 但听我的一定没错,相信我绝不会害紧。 小妖拍了拍紧的肩,示意话已说完, 紧,你自己也一定多加小心,防止他们在吃食中做手脚。 你心地善良,并不是缺点, 但一定不要让它成为别人拿捏你的弱点。 过去的事,我已不再忧思,你也不必烦恼,莫再因此伤了身体。 又抬手指了指窗外,我偷偷来的,现在要赶紧回去了,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按照我开的方子好好吃药。 小妖戴上围帽,匆匆与景告别,踏上云脸,往武神山赶去。 小妖靠在云脸上,只觉这天马实在是速度太慢, 看着洁白的衣裙,不禁响起香流来。 也不知道那九头妖怪现在在做什么? 天边一声寿鸣响起,滑破长空。 毛球! 小妖只起身子,只见夕阳远天之间, 金雕急速盘旋着朝她飞来, 背上的白衣男子轻拍鸟背, 毛球降下速度,飞到了小妖旁边。 香流,你怎么来了? 小妖兴奋地摆了摆手。 自从梦醒之后, 每每见到香流真实地站在自己眼前, 小妖就格外高兴,连带着毛球都觉得顺眼许多。 过来香流并不理会, 只是淡然伸出手来,看着小妖。 小妖一愣,还是将手搭了上去。 不等小妖稳稳踏上叼背, 毛球忽然加速, 天马受了惊吓拉着云脸不知跑去了何处, 小妖被惊得跌倒。 香流探身一把把人捞了起来, 又按拍了一下毛球的背。 小妖被跌得狼狈, 朱差首饰全偏了位置, 慌乱整理的同时还不忘骂着毛球, 你这死鸟。 鸟被位置不大, 小妖整理好衣冠, 竟发觉自己还伴坐在香柳怀里, 热气一瞬冲上脑子, 忙往外移了移, 低头看着鸟被, 笑着说, 香柳大人, 多亏您, 又救了我一命。 香柳转身看向小妖, 只见女子耳尖飞红, 虽说低着头看不清是和表情, 但睫毛扑闪犹如蝴蝶震翅, 令她的目光久久难以移开。 香柳暗自笑着, 转头闭目, 不再理会小妖。 小妖见人没动静, 也安静地坐在一旁煽起风来。 煽风的动静大了点, 引得香柳撇头看了她一眼。 小妖面色通红, 见向柳转头又调媚笑着天气有点热, 是吧? 香柳笑着看了她一眼, 内心却甜如蜜蝴。 小妖这是, 害羞了? 毛球飞得快, 很快便到了五神山境内, 香柳不便入内, 小妖便提前落地与她告别, 谢谢你啊, 香柳。 香柳站在毛球背上, 一袭白衣仿若事外折仙, 朝她点了点头, 随后离去。 让她张口说个话可真难, 小妖瞧着香柳离去的方向思索着, 又想起那日梦中香柳竟对着昏迷的她, 说了那样多的话, 摆了摆头, 回了宫中。 五神山, 香柳送你回来的? 郡帝手直茶盏看着小妖。 小妖嘀咕着原来父王您知道呀, 王我还专门让她把我放远点来这郡的看向小妖, 叹了口气小妖, 父王和你说过, 你若喜欢屠山家的小狐狸, 我哪怕犯天下之大不尾灭了防风室也能给你抢来, 可九命香柳高深莫测, 又多次拒绝了中原的招降, 你还是少和她来往为好。 小妖垂着脑袋缓缓点头, 却又抬起头迎上郡帝的目光, 父王, 香柳是高深莫测, 可人并不坏。 她救过我很多次, 即使知晓我是您的女儿, 是枪炫的妹妹, 她也从未对我起过杀心。 我很信任她, 我想, 她也很相信我。 郡带看着小妖良久, 小妖, 大荒内的好男儿这么多, 你选谁, 父王都能保你平安无忧。 可若是香柳, 这条最普通的路也会变得异常难走。 小妖不再多说, 笑着硬了话, 父王, 你看你说的, 我都还没说什么呢, 您都着急上了。 回了请殿, 小妖摊在床上, 思索着郡帝说的话。 她选了香柳, 父王觉得她选择了香柳, 小妖掏出惺惺镜放在胸口, 翘着腿琢磨起来。 她竟从未深思过自己与香柳的关系, 从前只觉得自己充其量就是个她的药罐子, 可谁会为了个普通的药罐子自甘重骨, 还一次又一次舍命相救。 自从梦境醒来, 小妖记起向柳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清水镇, 在海底, 在大海贝里, 在纸一城里, 还有在梦境中。 想着想着, 心口毫无征兆地猛跳了起来, 小妖吓得连忙起身, 用手按住胸口。 脑袋里又记起来, 她在梦中问房封贝的那句话, 我不嫁给封龙, 那我要嫁给谁? 可她最后, 竟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会那样问? 她在等什么答案? 小妖再也坐不住了, 起身拿着星星镜, 在屋内走来走去。 星星镜内相柳的模样惹人发笑, 可小妖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若要问她, 是否还愿意如梦中一样和景成婚? 这次她想自己会拒绝。 景于她, 是相知相伴, 景的陪伴总让她感到安心放松, 可想起那些脸红心跳的场景, 脑子里浮现的竟然全是相柳。 可她和相柳两人就如镜里看花, 水中望月, 每当小妖想要确定些什么, 相柳就会匆匆离去。 小妖又催动灵力, 反复看着星星镜中的景象。 她从未用这枚镜子 记过任何事情, 就连枪炫何俊的也未被她记录过, 可镜中却有着相柳。 代驾的那七日, 她终日坐在海盘等着, 却从没想过去青秋, 不论是镜中还是这次, 她都连着坐了七日, 只是为了等向柳来。 大海背里的那三十六年同她而眠, 她虽不能动弹, 但每日都期盼着能听到贝壳打开的声音, 因为她喜欢安静地听着香柳和她说话, 喜欢向柳带她去海上看月亮, 喜欢和她一同听娇人唱歌。 在旨意城里, 防风备手把手叫她拉弓射箭时, 曾有一瞬, 小妖多希望她就指示防风备, 就算是防风家的数字, 只要她执意如此, 父王和枪炫也断不会拒绝她。 看到镜中抢婚, 她第一反应不是愤怒与毁婚带来的羞辱, 而是担心防风备的生死, 看到防风备拉着穿着喜服的她离开时, 她竟松了一口气。 小妖苦笑, 不是她在躲, 而是她们都在躲, 从一开始清水镇的相遇, 小妖就畏惧香柳, 她一直以为香柳该是讨厌她的, 讨厌她谄媚她的样子, 讨厌她把她一人丢在清水镇, 讨厌她, 竟然是高薪的王姬, 讨厌她挡了杀枪炫的路, 香柳是神农义军的军师, 恐怕从她回归高薪王族那刻起, 她就断了一切念想, 只以防风备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 而自己, 也因为身份血脉, 时刻要求自己, 在面对她时保持理智清醒。 小妖已在窗边, 望着月亮沉思了许久, 你的路太难走了, 可这次我不愿再躲, 那就换我来坚定地选择你。 武神山, 高薪王族与赤水士同照天下, 高薪大王及高薪九瑶, 与赤水士组长赤水风龙婚约取消。 原因虽未详说, 但民间传闻纷纷, 似是王姬重病医院, 身子落下了毛病, 得去玉山调养生息。